然後我們在性生活的時候水乳交融 對 再加上我們可能高潮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就是比較激烈的時候 其實平滑肌是會擴張 就是一些雜菌啊細菌體液 跑進我們的糖光裡面去 性生活之後 如果女生想要用護墊的話 你就用這個吧 你可以用用看 我覺得蠻好用的 你說現在 沒有沒有 不是現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雪蘭芳 歡迎來到可樂研究順 你的兩性知識專賣店 那今天來到可樂香糖 我們今天要談什麼呢 我今天主要想要釐清一些 比較女生或男生會混在一起的話題 因為很多人會問說 性生活頻繁的人是不是比較容易泌尿到感染 還有現在夏天到了 是不是只要做愛就會泌尿到感染 為什麼我吃蔓越莓 還是會感染 等等的 那首先呢 我要先跟大家說 尿到跟陰道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個之前 我們先來邀請到 蕭永賢 蕭醫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醫師 我們在做愛之後一定要尿尿 這個大家應該都聽過了吧 就是因為你在做愛的過程當中 會回來回去 然後把那個細菌帶到尿道口 基本上尿道是無菌的 重點是你把細菌帶到門口 你要把它尿掉 那陰道呢 它本身不是無菌 它本身就有一些防禦的功能 那為什麼這麼容易感染呢 今天我們來請蕭醫師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陰道方面的感染它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就知道 陰道就是不是一個無菌的狀態 所以跟腸胃道有點像 它是需要好菌在裡面 所以好菌越多 這個叫做益生菌 那也叫做乳酸感菌 所以它就可以分泌乳酸 它就可以讓我們整個陰道的環境變成酸性 會抑制發菌生長 那為什麼大家說可能性生活頻繁會容易感染 我覺得跟大家的習慣可能有關係 有些人可能因為性生活頻繁 然後就會去灌洗它 把水沖進去 第一個就會把我們的好菌沖掉 也有可能他們的夜生活比較豐富 所以都是熬夜 晚睡 抽菸 喝酒 其實這些都會讓我們的免疫力下降 如果你都跟自己的另一半 就是比較頻繁的做 其實不見得會感染 主要就是因為免疫力比較差 所以容易感染 陰道感染本身 跟性生活沒有很直接的關係 它跟你的免疫力 還有你的生活習慣是有關係的 泌尿道感染因為我們的膀胱 我們剛剛講到陰道不是無菌 裡面很多雜菌 可是膀胱原則上是無菌 那我也常常跟患者說 那我們在性生活的時候水乳交融 再加上我們可能高潮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就是比較激烈的時候 其實平滑肌是會擴張 所以它不免在那個時候 就是一些雜菌細菌體液 跑進我們的膀胱裡面去 的確就是建議正常的喝水以外 還是一定要在性生活之後 一定要排尿 把這個跑進去的細菌 先排出去 維持我們盼望的無菌狀態 那還有什麼樣的原因 譬如說現在我們夏天到了 那夏天到的人也很容易跟我反映說 夏天到了為什麼比冬天容易感染 那是因為潮濕也會讓細菌感染 我覺得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水分蒸發 一樣喝1000C的水 你沒有想到我的水分經由我們的皮膚 蒸發了出去非常多 所以我們製造到膀胱的尿 其實就變非常少 當我們的膀胱的尿液很少的時候 你就一直沒有排尿 沒有排尿的狀況之下 其實只要有一點點細菌進去 你都不動就像死水一樣 它就會繁殖繁殖 但比方說我們在冬天喝一樣的水 但是你會覺得比較想尿尿 所以你就會一直排尿 讓它這些細菌都會排出去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些比較濃的尿液 其實也是一個比較好的培養機 所以我們喝一樣的水 但是夏天蒸發多了 我們的尿尿相對的就比較濃 所以它裡面的一些細菌 就覺得哇 這是個溫床 而且都不會去排尿 它就可以溫溫的在裡面 一直繁殖一直繁殖 所以夏天的確是 感染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多喝水不要憋尿 多尿尿 我會建議 規律喝水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是可以定自己一個功課 我今天要喝1500 結果可能過了三個小時 哇 我忘記喝了 沒錯 就罐罐罐 結果就發現 啊怎麼反而比較平尿 所以我們都會記得 可能就是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一定要喝個可能100到150左右 比較規則的補充 可以讓我們的尿液 維持在一個不要太濃的狀態 兩三個小時至少會有一次尿液 如果能半個小時喝兩大口 這樣的量是足夠的 就三不五十拿起來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 最好是這樣 那如果是那種兩個小時 然後喝多一點 咕嚕咕嚕灌下去那種呢 它就會 還是了勝於無 有喝餅也很好 當然還是要喝 但是我們的腎臟可能就是會突然 本來沒睡嘛 睡了一下去 那它就一下製造很多 會造成我們的膀胱突然的尿液跑進去 那可能就會一個短暫性的比較平尿一點 然後有些人就會因為這樣覺得 我不要喝水 因為喝水就會一直尿尿 對 就是惡性循環 最怕這樣 很多人可能早上四個小時都不喝水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已經變成細菌的蚊床 基本上我們也是很常聽到有人說 喜歡用護墊的關係 就是我自己也非常不建議大家用護墊 那你想要用 我沒有說不能用 我也不想得罪廠商 你如果想要用的話 你就要很頻繁很頻繁的更換 搭配上因為你要 規律的喝水你就會去尿尿 啊你尿尿不要 因為護墊上面沒東西 就想說省一下 不行 你只要一尿就換影片 一尿就換影片 那基本上你的平凡更換 沒有辦法讓你美白喔 因為它還是會在摩擦喔 你會降低感染 可是還是要黑的時候還是會黑 那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不要用護墊 但是你要用也沒有布行 那個人的選擇 有些人就跟我說 可是我就是要用護墊 我沒有我就是沒有 內褲上面有那個東西 我就不習慣 所以呢 這應該已經一兩年了吧 就是噴噴小藍 所以我就跟Planetron也發言 噴噴小藍 就是肝粉噴在內褲上面 你可以把它代替護墊 但是它並不會有護墊的那種什麼 你不會看到白帶啊 講到這邊 我想問一下蕭醫師 很多人都會說 我有白帶 是不是異常的 基本上所有的女人 一定都有多少有分泌物 那我會特別說 如果你真的要用護墊 我們就是在兩次月間的中間 會有排卵期 排卵期大概有三到五天 你的分泌物就是很多 多到真的 像蛋清那種 對 而且會可能就是濕到滲出內褲 那我覺得 因為我們月經已經用了五到七天了 排卵期的時候 你再用個五天 其實你已經用了非常多天 我覺得這樣已經幾乎是極限了 平常我真的是建議 其實可以勤換內褲 寧可換內褲 也不要用護墊 因為護墊其實剛剛說了 如果你看起來沒有分泌物 但其實細菌找到在上面 對 所以除了我們的陰道以外 你其實就是一直在尿道的口 一直有一堆的細菌在那邊刺激而動 我剛剛說排卵期 就真的很不舒服 還是可以用幾點 頂多這樣 那用的話記得 就是要平常更換 這個其實當初要研發這個呢 主要當然是除了預防 預防喔 還沒有感染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代替護墊 如果你真的想要用 那如果沒有習慣用護墊 也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來用來預防 因為裡面的成分等等 這個可以去看這個影片 我今天不講 但是如果你已經感染 你的內褲開始有異味 或是你的分泌物有異常顏色 請直接找副產科醫師 不管你今天看到什麼 反正味道不對 顏色不對 不管用什麼洗什麼 那都已經來不及了 你就是先去找醫師就對了 那這個呢它就是一個粉狀的 那它裡面呢 除了有抑菌的成分 就是茶樹跟油加烈 抑菌也不是殺菌喔 你們聽清楚 抑菌只是抑制它生長 但是細菌還是在那 總之啦 它就是預防讓你不要感染 但是你不能說 用了這個東西 你就不喝水了啦 類似爽生粉 可是它並沒有 花石粉的成分 所以其實男生 你要拿來噴一下 或女生啦 噴一下啊 噴身上啊 噴脖子啊 都可以 因為這個粉它不會結塊 那它就是 碰到你的手 或是什麼它就會不見了 所以你其實 基本上都可以用啦 只是如果女生想要用護墊的話 你就用這個吧 假設這是內褲的話 就這樣噴上去 這樣一次就可以了 那每次上廁所要再噴一次 對我都這樣 你可以用用看 我覺得蠻好用的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 我就是會放一罐在廁所 它有粉狀 但你不要摸它喔 就是在內褲上不要摸啦 然後你上次穿起來之後 再拿下來它就不見了 它應該就是抑制內褲的這一區 不要有細菌 因為一直擺在那邊 然後一直越來越多 對對對 畢竟有一點點粉摸在上面 它也可以讓你的白帶 比較不會黏在內褲上面 但是不代表會完全像護墊一樣是乾淨的 但其實內褲上面有 是正常的 分泌物的痕跡真的沒關係 我都不好意思說 欸我的也有 然後但是我就是 真的受不了 我們就換內褲 我也會有啊 只是在不同的週期 就是有的時候會比較乾 那有時候會比較實 像蛋清那樣子 我覺得你就換內褲也無所謂 那這個呢 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總之不要用護墊了 不會得罪轉向 不會得罪很久了 不會得罪很久了 那蕭醫師我們什麼 要叮嚀大家的呢 蛋越莓呢 其實是可以 預防 或者是去改善 我們泌尿道的反復感染 可是跟陰道感染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再來如果是陰道感染啊 其實陰道不是無菌的 所以最好的 預防感染方法 就是 讓我們的免疫力好一點 少一點抽菸喝酒 少一點熬夜 然後心情保持愉快 很多人都是在準備考試前 因為壓力大 或者是 跟另一半吵架 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千萬不要陰道關係 對不對 對 不要去把水 任何的清洗液 即使是他們說什麼弱酸性的 都不要 碰進去洗 其實會破壞它的生態 都不要碰它就對了 它自己會變很乾淨 那當它的治癒能力已經 開始不對的時候 你怎麼衝也沒有用 要找醫師了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 就到這邊 有問題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再告訴我們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人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留言 開啟小鈴鐺 掰掰